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多种的产品代言 百变的王一博 真实的一面是哪个 娱乐圈内有诸多俊男靓女 每年都有一定比例的人在加入 而这比例却是相当的小 但就算是如此 也抵挡不了成兴的意愿 那么娱乐圈真就这么吸引人吗 是不是吸引人 那就要看娱乐圈能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众所周知 明星艺人大都外表光鲜亮丽 气质出众 一言一行都有严格的要求 而这些能给他们带来财富与流量 财富来说 艺人们的收入大概来源于以下几种形式 街拍影视剧 街拍广告 参演综艺节目等 影视剧和综艺节目周期太长 广告代言最为合适 所以稍微有些名气的艺人 大都选择街拍广告代言来增加收入 一些小有名气的艺人 基本没有自主选择广告的权利 公司给安排什么代言就要去拍 而那些顶流艺人 则会有责优选择自己意愿的产品代言 往往也都是一些一线品牌 毕竟它未需要如此 今天我们盘点一下 当红艺人王一博代言的那些产品 从中我们通过一些拍摄场景和代言的产品发现一些小的细节以及它百变的一面 此观点仅是作为娱乐 并不代表主观意愿 一般女性撩发或摸头往往体现出性感妩媚的一面 而男人这个动作做好了是一种帅气的体现 如果没有配合一张帅气的脸庞 这个动作只能算是强行加细了 王一博有个饮料的代言 主题是通过一套热身动作 充分发挥运动优势 在精疲力尽时来一贯 补充精力 其中灰汗如雨的场景充分展现出它活力四射的一面 尤其甩头灰汗的动作 帅炸了有没有 如果仅仅是这样不算什么 其代言的一款洗发水 有一个镜头很是亮眼 一套黑色景深机车服饰 清爽飘逸的半长发 由内而外的散发着清爽与冷酷 然而最后一个摸头的动作让人眼前一亮 再加上机车的辅助成为点睛之笔 而这摸头沙也表现出其性感的一面 如果注意细节就会发现 王一博的代言偶尔都会有机车的身影 机车给人的印象是硬朗 强势 洒脱和不羁 那么配合王一博的外形条件也算是相得一张了 饮料 食品 化妆品 这些就不多说了 男人除了对车有爱之外 游戏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 有一款射击游戏 王一博穿戴犀利 颇有港岛飞虎队的形象 虽然它外形不属于硬汉的那种 但身上冷酷的气质 加上高大的身形条件 无形中增色了不少 体现出俊朗的一面 还有其他代言都有不一样的展示 百变的王一博 处处透露出小的细节亮点 小编就不再多做详解了 有关注的朋友可以自行观看 肯定会有一些小的发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9度 far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